110年全国性公民投票在18号圆满落幕 这几天从选票印制清点发分 还有保管护送及投开票所安全维护当中 都有警察参说的声音 日理警分局规划各项勤务确保民众投票安全 也成功达到公投零事故发生 获得地方肯定 全国性公民投票18号圆满结束 花莲南区三乡镇成功达到零事故发生的目标 不仅是乡亲民众展现民族素养 日理警分局更是功不可没 日理分局辖区共有四八处投开票所 分别为日理镇25个 不理乡13处 桌西乡10处 因此各项为安工作是间距繁重 而为了使同仁更加了解辖区整体情势 建立团队共识 投票当日分别由各族组长 在各乡镇公所实施勤钱教育 并且说明遇到各种冲突事故的处置作为 会后更是提前布纲 以展现预理分局维护投票治安的决心 预理分局局长温基辛表示 分局一贯饼持着投票前平安 投票日平顺 投票后平稳的终止 从16号开始选票的印制清点分发 到保管护送 乃至于投开票日当天 投开票所现场秩序以及安全的维护 所有同仁全力投入分工合作 让勤务都能圆满完成 也获得地方各界的肯定 记者综合报道